直播继续 第二届中国航鞋航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 我们来关注C919、C929的相关消息 在综合展区 记者注意到 中国商飞不仅展示了C919的飞机模型 处于研发中的C929模型 也大方地与公众见了面 据介绍 C929宽体客机座位数280个 最大设计航程12000公里 C929大型客机继交付东航之后 又交付国航 南航 进入多用户 多机队运营的新阶段 累计交付11架飞机 运营1.3万小时 载客70万人次 C929宽体客机正在开展初步设计和供商的选择工作 作为国产大飞机的经营航司 在此次大会期间 东航 国航和南航均将带有自家涂装的C919飞机模型搬到了展区 并且推出了多款C919元素的周边产品 吸引了参展观众的喜爱 除了国产大飞机外 一些航司还将飞行模拟舱搬进了展区 让现场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模拟飞行的乐趣 海航 东航等航司展示了创新技术 在航空维修领域以及人员培训的应用实力 现场观众可以体验3D全景VR培训 更直观地感受科技进步给民航业带来的变革 南航旗下的珠海详艺 不久前刚刚研发成功的飞行与导航程序训练器 也在这个大会上首次与公众见面 这个训练器就是为了解决飞行员在训练过程中 对程序训练的掌握以及导航能力的掌握 从我们研制到最后研制成功 一共仅仅只花了半年的时间 并且在我们研制成功之后 我们的使用成本能够节省50%以上 对于现在的飞行员训练来讲 是极大的一个有力的补充 本能够节省还是鬆势不一样的